房屋的销售文案 Property Description 里面其实常常隐藏了很多 关于这个房子 很重要的资讯 快说来听听 有很多有经验的房产经纪 看到文案里面的几个关键字 就对于这个房子 其实有大概的理解了 那这些关键词汇 这些行话里面包含了 什么潜在意义跟资讯 销售文案的潜台词 小郑今天会跟你们 好好解析解析 嘿大家好 我是Eder那个卖房子的小郑 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认识我 这是一个专门介绍南加州房产的频道 如果你对南加州房产有兴趣 这个频道订阅下来 是不会错的 那如果你是对南加州的房产买卖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加我微信 打我的电话 我的LINE一般在这边 好那市面上的房源 通常都有好几百栋 甚至好几千栋 我们房产经纪人 帮客人筛选房源的时候 其实常常是用关键字来做搜寻的 因为这样子比较能快速有效的 把适合的方言提供给我们的客人 那对于买房的新手来说 这些词汇可能对你们会 有点陌生 What? 有些看起来可能很正面的形容词 可能背后有隐藏的意义你不知道 导致于你周末的时候 花时间去看这些 根本不是你要找的房子 那当然啦 这个其实也不能怪我们房产经纪 卖房子的时候写的Description 基本上都是要有 隐恶扬善的这个功能 我的工作是凸显这个房子的优点 跟修饰这个房子的缺点 你说是不是 你们不要坐着Metal看着我 如果是你要卖你的房子 你也不会希望你的房产经纪人文案写说 诶这个房子很小 诶主卧西赛 装款老旧 这一些大白话对吧 那卖方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为了要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那身为买家呢 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些 卖房子房产经纪常用的形容词 文案或者是潜台词 来帮助你更有效的筛选房源 好首先如果你是想要找一个价位相对低一点 或者是有翻修空间的物件 你可以注意下面这几个关键字 TLC Tender Loving Care 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呢 是需要一些爱与关怀的房子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呢 可能屋况都是不怎么好 装潢也会比较老旧一点 如果你要找翻修物件的话 只要Description里面有TLC的呢 通常都是有翻修空间的 那另外一个名词呢 就是Fixer 或者是Fixer Upper 这个就是房子非常适合 拿来翻新的物件 通常我们会看到Fixer's Dream 然后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 如果里面有提到Investor的 像Investor Spatial Call out for all investors 或者是文案里面有Good Bargain的 这个都会指向说 这个房子是有潜力 有空间那里拿来 搬修完卖出去赚差价的 所以如果你要找翻新的物件呢 就锁定上面几个关键词 那如果你是要找的是 零包入住的房子 看到这些关键字 就可以直接跳过这个房子啦 然后另外一个词汇是 The property has a lot of potential Protential这个字是潜力的意思 那讲到潜力呢 就代表说 这个房子它是有潜力的 只是还没有发挥出来 那要谁来发挥它的潜力呢 当然是买家咯 那会用到Protential呢 通常是两种状况 第一个状况是 它的屋况不好 它是有潜力让你去做翻新的 那第二个就是Protential 比较会常用到的物件 就是房子它相对 在这个土地上面比较小 在这个土地上面呢 房子还有在加盖的空间 或者是后面有在加盖 ADU的空间 有很多大土地的房子呢 也都会写 The property has a lot of potential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找一栋房子上面 还可以再加盖另外一栋房子 来当作你的投资房的话呢 Protential的物件大概不会错 如果你要找的房子是不需要装修直接可以搬进去的话 那你要避免找到有下面这几个形容词的 像是 Use your imagination 发挥你的想象力 或者是 Put your personal touch 有这些形容词的物件呢 通常都是物件本身状况比较糟糕的 需要你发挥你的想象力 需要你花钱去把它变成你自己想要的风格 那如果形容这个房子 Diamond in the rough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像是还没有被开掘的钻石一样 这个意思呢就跟Protential差不多啦 然后另外有一个大家比较常会误会的就是这个Property Have a good bones 字面上的意义是它的结构很好格局很方正 但是通常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好称赞 才会把股价拿出来讲 那这样的房子通常都是年代比较久远的房子 所以这一点你也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如果你要找一个空间比较大的房子呢 如果你看到文案里面有warm and cozy cosy它字面上的意思是温馨 但是通常呢就是代表说这个房子的空间比较小 我们才会拿一个比较好听的形容词 来形容这个比较小空间的房子 好那如果你是要找拎包入住的房子呢 你就要找有这个moving ready这个关键词的房子 那通常moving ready呢它的屋况会是比较好比较整洁 那另外一个说法呢会是turn key condition turn key 也就是说你钥匙打开就可以入住的房子 但是有看到这个词通常也要配合照片 因为能直接入住的定义实在是太广了 有用到这个词并不代表说这个房子 它就是全新翻修过的 有很多时候是这个房子看起来很整洁 里面的屋况没有太多的破损 如果你真的是要找比较有翻新过的房子 住起来比较舒适的那种 你就要锁定fully updated fully renovated 或者是fully remodeled的房子 这一些都是近期之内屋主 他们有做过翻新翻修的房子 然后最后一个词汇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low maintenance yard 很好打理的后院 那什么样的房子后院很好打理呢 通常都会是没有什么后院的房子最好打理 所以通常你看到low maintenance yard的房子呢 都是后院很小很小空间的房子 或者是没有什么造景的后院 通常如果这样的后院呢 都会是一片水泥地 光秃秃的 好那以上呢就是小镇整理一些 我们在写卖房文案 properity description常常会用到的词汇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以后找房买房有帮助 那如果觉得今天影片还不错的话呢 帮我按个赞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现在可以把它订阅起来 觉得这个影片对你的儿子女儿未来找房 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要买房有帮助的话 欢迎分享给他们哦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 拜拜